上星或者太陽摩蝶座 又叫山羊座 農曆五月的自身整體運勢是如何呢? 首先恭喜一下你們 因為在我這個電腦壞了 做不到星雲的情況之下 但我都promise 做得多少 做得多少 因為現在正在用佈老爺機 因為你們上期農曆四月的星雲 在YouTube的反應是三甲之內 你們是貴君 所以我現在就可以出到你們了 然後你們之前有八援和射手 但之後那些我出得多少 但有些最後那些就出不了 好 報告正題 農曆五月有一句說話 正所謂賽翁得馬 焉之非禍 你們接下來會有很多 令你們很開心 意氣風發的事情 但正正是因為這些 非來還幸運 而帶了一個禍給你們 例如什麼呢? 中六合彩 一定很開心 但之後呢 這件事就引起很多人的寄餘 引起很多人的妒忌 然後他們就加了很多責任給你 你這麼有錢 你請吃飯 你要請這個 你要做那個 你要去貢獻這個 你要給哪個錢 大家要去瓜分這塊錢 令你很不高興 尤其是一些女性 這裏絕無性別歧視無犯之義 但根據這裏的聲像 其實陰性力量是比較重的 所以是一些女性 她們可能比較容易妒忌 又或者呢 我當有什麼好成功呢 我當你想去創業 因為我這裏見到那個Good luck 她都真的跟一些錢 或者是一些事業 有關的 但當然你任何人生其他範疇 的Good luck 都可以帶一些環和 但為什麼我打來打去 都是講中六合彩 或者是一些事業的東西 我這裏解釋 或者是我當你創業 創業是為了賺錢 然後呢 那些人就覺得 哎呀你做老闆 那一定好搭水了 然後呢 他們就要向你拗這個 拗那個 跟你銷這個 銷那個 他們就不斷走來 在那裏分你的肥豬肉 在那裏捏你水 又或者我假設 你做老闆 那請誰 可能你舅母叫他 你舅母叫你請他的兒子 即是請你的表哥 請表弟 哎呀家人 找請家人 做生意 不如做熟 但是一向 可能我當這個 家人 這個家人 什麼都好 你一向不喜歡他 或者他真是一個 大食懶來的 其實你請他 不是只要最後 只要搞 你將來炒他好不好 他將來有事做錯 你說不說他好 這些破壞關係 就搞得你很難做 那尤其是 如果又是牽涉那些 姨媽姑姐 那些三姑六婆 哎呀 在那幫你核餃 那幫你核餃 但其實 他們很容易 會 滲禍了自己的利益 自己的 藉口 進去 所以為什麼呢 塞翁得馬 但是呢 就焉之非 OK 還有說真的 我想說 就算 我不說 剛剛那個 是訊息 第一 但我現在 給你們訊息 第二 但其實這個 一和二 真的可以很合 就是我剛剛打的 你做老闆 然後去請人的比喻 好了 聽著 訊息 第二 就是農曆五月 你 無論你的伴侶 結不結婚都可以 就是你的老婆老公 或者你男女朋友 和你的家人 再和你的朋友 他們的關係 是會有很多矛盾衝突 然後你會做到一個 非常之難受的磨心 OK 真是六個大風相 那就是我打的比喻 你老婆和你媽媽 婆式衝突 OK 或者你家人 不喜歡你老公 OK 或者你的伴侶 嫌你經常和哪個朋友去玩 他經常覺得這個朋友 是拿你著數的 他經常在說你朋友為話 他不喜歡你的朋友 OK 或者你的家人 不喜歡你的朋友 總之 這三個關係 他們可以有任何的 chemistry 但是你會非常之難受 OK 所以 再次 咦 如果我們去聽訊息1 可能就是真的 你有些 明明有些好事 但是這三方面的人 就不斷離手 來瓜分你的利益 然後他們有自己在 有很多的內鬥 是不是 就是要誰鬥得人 才可以分到你最大的利益 所以為什麼農曆五月 你們是注定非常之頭痕 OK 但是 最後有一個解救方法 在我的訊息4 是會給你們 好 現在來到第三個訊息 就是 錢方面 OK 就會有些比較大的破財 破到什麼地方那裡 首先是破到小朋友那裡 我當你有小朋友 可能有些教育經費 或者忽然之間要補習 等等 又或者 就算你沒有小朋友 但是如果你準備想生小朋友的話 都可能會去看一些中醫 去調理 買保品 這些地方都是破費的 但是我覺得這些破費都算是開心的 對不對 還有小朋友始終是一個很重要的資產 還有我們未來社會的動量 都值得去花錢下去給他們 OK 說到這裡我忽然之間想起 大陸最近的三孩政策 好吧 還有如果不關小朋友的事 就是一些純粹你自己去享受娛樂的東西 OK 那這裡又會 是呼應了No.1的 就是Message No.1 因為我都說 有一些令你幾開心 一些義氣風發的事情 OK 還有有關是錢 我當你真的中了獎 或者你做老闆 做老闆都證明你真的有些錢 可能你都會有些東西去慶祝 去獎勵自己 去安慰自己 去安慰自己 所以其實Message No.3 聽起來 都有一些是你可以afford到 或者是你去deserve的東西 還有這個財都是開心錢 所以不應該說是破財 因為那個破 聽起來好像有些恐怖 但是我會說是花一些開心錢 然後是令自己享受到 或者是令你的小朋友的東西享受到 都是一件好詞來的 好了 到最後Message No.4 就是我建議你們可以去 怎樣去做 什麼叫做 有些什麼是你可以去得到這個Solution 去解決你以上的煩惱 很明顯其實你接下來就是 就是那個人際關係大鬥亂大衝突 那你要去學懂 在裡面獨善其身 也沒有說獨善其身 是因為你要去掙扎求全 其實你要有一個非常巧妙的手腕 是不是 所以我告訴你 而且接下來這個農曆五月 你是真的可以去學一些 有關人際關係的東西 什麼如何溝通 如何交朋友 那些什麼人際厚黑學 或者以前有一本很出名的書 叫什麼名字 人性的弱點 我相信坊間現在已經會很少這些 這樣的課程 這些課程通常沒有記錯 是八九十年代很流行的 現在全街最流行的課程是什麼 我覺得第一是身心靈 第二是投資 那些股票、炒米那些 所以如果我當你報不到這些課程 但是不妨你去找一些書去看一下 或者網上去看一些文章 怎樣去應付一些人際的手腕 那些這樣的東西 這個是一個很immediate的Solution 以及根據星象 你們今個農曆五月去學這些 都是會有這個幸運的 好 但是撇除這個這麼奇怪的 要去學習的問題 如果你們今個農曆五月 想去學一些技能 而這個技能尤其是跟手有關的 例如彈琴 或者是拉斯也是這樣 或者是一些藝術的手作 即是畫畫、毛筆 還有什麼呢 還有什麼 我做了什麼紫黏土 插花 這個農曆五月 你們儘管去學 都會非常收穫豐富 最後提醒大家 以後的星雲Post 無論在哪個平台 Facebook、Igb、Youtube 都記得要點擊 文字的Description 去找一下有沒有彩蛋 說真的 我塔尖聯林星雲 都算是在玄學界裡比較unique 首先我不是透過Cartumency 即是抽牌 即是占卜師的一己之力 去講宇宙的大事 OK 還有就算有時候我講宇宙大事 我都是跟星象的 或者是根據別人的那些盤 去算他的命 而第二 雖然坊間都真的有尖星師 會跟星象去做monthly horoscopes 但是他們是根據 calendar month 而我都常常強調 星星是有自己運行軌跡 我們不應該被人為的力快去影響 所以我才為何是做初一新月 甚至以前有時間會做十五換月 但是今天開始 我就決定了 為了令我的星雲更加特別 我去走多一步 亦都是給大家的一點點心意 就說 在我弄完星雲的影片之後 provided 我有時間 我就會在看行星Planets之外 看了Fixed Stars 恆生銀行的那個恆星 但是又要記住 其實因為恆星的角度是觸得很緊的 它就未必每一個月 就會對每一個星座造成影響 所以有還是沒有 就會留待回到文字的description 給大家去發掘